國貿局林部署長 吳組長 還有我們三位總監 還有各位企業品牌的主要負責人 大家早安 早 本人僅代表經濟部工業局 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的品牌 台灣計畫的今年度輔導案的作業說明會 在這個簡報我們的資源之前 我有一個VCR給大家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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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影片是我們在三個月前 工業局針對台灣的全球二十大的國際品牌的一個頒獎典禮 我們所做的VCR 會跟各位分享 也就是因為今天是品牌台灣計畫的一個作業說明會 我們也很期許 也很期待 各位在座的各位的企業 未來也能夠像我們的二十大的國際品牌一樣 非常綻放全球 接著就跟各位來報道我們這整個計畫的資源 我想這個品牌它非常的重要 我們從國際的雜誌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二十一世紀的企業之間的競爭 大概就是只有品牌 你只有品牌發揚光大才有辦法去做企業的一個競爭的差異 我們從品牌的行為裡面 有很多行為裡面可以展現出它的不同的經濟價值 包括當我們在執行品牌決策的時候 事實上在提升我們的品牌決策 品牌的驅動力的時候 我們對於企業的收益是有非常大的助益 另外我們在品牌 你執行品牌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溢價的空間相對的來說 也有很大的成長的空間 因為如果你做代工的話 其實它是我們說所謂的毛三道四 基本上它的那個毛利是非常低的 可是當我們在執行品牌 在發展品牌的企業發展品牌的時候 我們的溢價空間相對來講是會比較高 那同時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 當你的品牌執行好的時候 那我們的品牌的忠誠度提高 那相對的 對企業的一個經營的風險來講 它相對也會降低它的企業風險 那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 也是我們觀察到的 當我們的企業的品牌形象好的時候 你的這個招好的員工進來 相對來講也會比較容易 也就是我們的就業的人的數值相對來講 就是員工也比較喜歡 待在我們比較好的品牌的一個企業 那這個是我們工業局的計畫 我們每一年度呢 都會針對我們台灣的這個品牌 在國際上 有打國際市場的這個 國際品牌的這個企業呢 我們去做這個品牌價值的一個建價 那這個品牌價值的建價呢 原則上我們是請國際的一個管理部分公司 叫做Internbrand 他每一年十月份的時候 都會在紐約的那個證交所在那邊敲通 就是敲全球百大的這個國際品牌 那我們是用那個同樣的一模一樣的方式呢 去做我們台灣企業的一個品牌價值的一個 一個Evaluation 那這個呢 前二十大呢 就是我們目前我們台灣二十大的 國際品牌的一個企業 那接著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工業局的計畫裡面呢 我們品牌計畫如何來協助企業發展品牌 那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我們整合了非常多的團隊 因為我們也知道品牌其實牽涉的問題非常的多 而且每一家企業的問題會不一樣 那如果以這個詩先生的微效曲線來看的話 我們從左到右 左邊是研發 中間是製造 右邊的話是行銷設計等等 那整體來看 我們根據這個微效曲線 所以我們在品牌的協助與輔導方面呢 我們就有非常多的資源 那在這個團隊裡面呢 包括台經院 那台經院除了是我們的品牌 一整體的這個對外的一個諮詢窗口 跟服務之外呢 那我們還有一個情資中心 那這個情資中心呢 就是把台灣目前在發展品牌的這些企業相關的資料呢 我們有一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是目前工業局對外 在Open Data裡面 這個被索取的是前二十大 那另外我們在團隊裡面呢 也包括像這個資策會的這個科法所 是針對這個品牌制裁的部分 那還有工研院的計轉中心 是針對專利布局的部分 那還有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排創 就是針對品牌設計的輔導部分 那同時呢我們也有商法院 它是針對人才培訓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智容基金會 那它是針對華人消費趨勢研究的部分 那最後呢我們還有一批很強的這個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很棒的這個團隊 那今天等一下有三位這個品牌顧問公司的 這個總監會跟我們分享之外呢 那我們坐在最旁邊的 我們今天的品牌管理顧問公司也都有來 那這些品牌管理顧問公司呢 事實上我們台灣有很多很強的管理顧問公司 可是呢每個管理顧問公司它的專長會不一樣 那我們這些列在我們這個團隊裡面呢 原則上是針對品牌輔導品牌診斷 所以呢不只是只是不是只有針對經營管理的部分 我們原則上還是以品牌為導向 品牌的定位品牌的策略品牌的發展等等 所以我們有一這些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也是我們經過精挑細選 然後在這四年來都有協助我們一起 來協助企業跟做診斷跟輔導的顧問公司 那在我們從102年 台經院執行這個品牌台灣發展計畫到現在 總共呢在診斷跟輔導的這個業者呢 大概累積了已經將近350家 那在這個每一家的診斷或者輔導 我們大概還會去做一些成效的追蹤 那在從這個成效追蹤裡面呢 我們也看到我們累積了這些企業界在輔導之後呢 它的品牌營收呢已經超過了600多億 那在投資的部分呢也超過了200億 那同時呢我們在全球通路 因為我們在做品牌 基本上我們這個計畫希望做的是國際的品牌 你要打國際仗的 而不是只有單純的在國內做品牌而已 因為我想在座的各位企業界也都知道 台灣的市場很小 那我們必須要走出去走到國際上面 我們才有辦法增加產值增加就業 然後創造更多的利潤 那所以在全球通路的這個部分呢 也超過增加的部分也超過了1萬個這個通路 那另外在全球的商標部件也超過了80個國家 那針對這個剛剛提到品牌的企業 就是企業要發展品牌 其實每一家企業的需求都不一樣 你即使是同樣的產業呢 因為它的大小企業的大小規模也不一樣 然後還有企業發展品牌的這個年紀 年代也不一樣 那甚至有一些老品牌呢 我們甚至有企業 大概已經成立了80年了 然後也來找我們要做品牌的輔導 因為它還會有在做品牌的一個再造或者創新 所以因為不同的企業 不同的產業 還有不同年齡的企業 在發展品牌的過程當中 想要發展品牌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有不同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計畫的資源裡面呢 就會針對不同的企業的需求 來給予協助跟輔導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計畫上下 有幾個輔導的資源 那第一個資源呢 就是企業品牌的診斷跟輔導 那這個企業品牌診斷輔導呢 那顧名思義 原則上就是針對你這個企業 在發展品牌的時候 你的品牌的定位 你的品牌的策略 你的品牌的管理 還有你的品牌內部的組織的溝通 還有品牌的這個國際市場的部件等等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分項的輔導案裡面 那所以這個分項的輔導案呢 那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的一群很強的管理顧問公司 品牌管理顧問公司跟我們合作 那這些管理顧問公司 有的是國內的也是國外的 那他們的經驗都非常的豐富 那企業界有需求的時候呢 原則上是由我們 我們品牌計畫 就是台軍院的服務窗口這邊 我們先去了解 了解之後呢 那會跟我們的管理顧問公司 去做一個媒合 因為管理顧問公司 每一家的經驗 都會多多少少會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們會針對企業的 針對這些我們說的 品牌的定位 品牌的策略 品牌的組織 溝通 還有這個國際市場的拓銷 還有甚至像 這個代理商的溝通等等 那這個是在這個分項裡面 我們用品牌企業輔導 企業品牌的診斷輔導的這個分項 來提供相關的資源跟協助 那第二個這個福島的這個項目呢 是品牌設計整段福島 就成如我剛才說的 我們就微笑曲線裡面 其中有一端是跟設計有關 因為當企業你要發展國際品牌的時候呢 你的產品的設計 你的這個公司對外的一個品牌形象的設計等等 那這個是可以跟我們的設計診斷輔導有關 那這個分項呢 是由台灣創意設計 就是台創公司來這個協助 那台創呢 他們也有一批跟設計非常有關的這個公司 設計公司可以跟他們一起來協助企業 針對你的產品或者你的公司的品牌的企業形象的一個設計的部分 那這個是第二個分項 然後第三個分項呢 是品牌的制裁預警的輔導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當我們企業在做打國際戰的時候呢 那你的品牌很可能是有你的品牌的名稱 還有品牌的形象還有品牌的logo 還有品牌的產品的對外的包裝等等 你有很有可能是會被國際的其他的公司 當你的品牌做好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被其他的公司被仿冒或者被搶住等等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分項呢 是由這個支撤會的科法所 科技法律所這邊來協助 那他會針對我們的企業在不管是說商標也好 還有這個你的產品對外的一個推廣 他會從這些不同的角度去看你的制裁的管理 是不是有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計畫呢 就是這個支撤會這邊會協助我們的企業界 來幫你檢視我們的品牌是否我們的商標 還有我們的這個產品對外在國際推廣 國際市場的時候是否會被有這個制裁 被保護的這個情況 那過去其實我們也曾經發生過 也曾經看過國內有一家 他企業其實已經是50年的老店 而且是50年他的企業是在國內是非常有名的 那結果當有一天他就發現說 他的這個品牌的名稱還有他的形象 其實他的商標是被別人先搶住了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那這個支撤會就來了解說要怎麼樣寫出他們 那接著這個分享的是專利的部分 那專利布局的部分 那專利布局跟那個制裁是有一點點類似的 只是說專利布局的話 他會更強調是在我們的產品的這個產品的規劃 那當你要做國際品牌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你的技術還有你的產品 在某些專利上面 是不是有跟國際的這個產品是有抵觸的 或者是說是有被這個這個專利是有被別人拿去的 所以在工研院的技轉中心呢 就是協助企業在專利布局的 在當你在發展品牌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了解說你的產品的專利 是不是有跟國際的品牌 或者其他的品牌有一些抵觸 那這個也是在我們的案例裡面 也發現有些國內的廠商 其實他自己的本身的這個專利 就有跟國際上面的專利做一些 有一些問題 那所以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我們的這個工研機轉中心呢 就會協助業者從你的技術 他們會有一個專利地圖 然後還有這個專利的這個database 然後協助業者去了解說你的這個技術 你的產品在國際上面的專利 是不是有跟其他的縣會採到 那所以這是工研院技轉中心 會協助我們的企業界在做品牌的 路程當中的一個專利布局的分析 那我們這個計畫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資源呢 叫做自由品牌推廣海外市場的貸款 那我們也知道說很多企業都想說 你打國際仗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需要很多的金錢 那需要很多的資源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工業局這邊 這個也是從我們的推貿基金 就是經濟部的推貿基金裡面 有撥一筆經費是針對 推廣海外市場的一個貸款的那個部分 那當企業界你在打國際仗的時候 你在國際上面要去做 在國際上面所做的一些海外品牌的一個商標 還有通路布局 那設計人才培訓運運周轉等等 你需要這種比較大筆的資金的運用的時候 是可以申請我們的自由品牌推廣的海外市場貸款 那這幾年也有好幾家來申請 那也有申請到上億的經費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比較大的 請問這個需要那個 聽說抵押品 抵押品嗎 需要抵押品嗎 我們等一下QA的時候一起好不好 因為我怕delay後面的時間 然後接著就是很重要 大家已經想說有這麼多的資源 那我要怎麼申請 那這個申請的條件其實沒有那麼的困難 最主要就是你是要台灣合法的登記的企業 而且是我們台灣的企業 那如果你是國外的企業 那就I'm sorry 所以沒有在我們的計畫資源裡面 所以那另外呢 我們也希望 因為這是品牌台灣發展的計畫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這個 我們的這個業務呢 至少是有在海外的至少兩個地區以上 或者是你的自由品牌 當你要發展自由品牌 你還沒有到海外市場 可是你的自由品牌已經是20%以上的 這個才能申請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有一些優先的考量 就是工業局的中間企業 還有優質平價市場的這個企業 那或者是我們政府的一個新的政策 的一個產業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會優先考慮 那福島的這個案子呢 是截止日期是4月7號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即早申請 那要怎麼申請 除了跟我們同仁聯絡之外 那也可以請教這個 我們的管理顧問公司 管理顧問公司 也是我們的團隊 那這個是申請的流程器 我想這個就跳過 那申請的資料 我們會放在網站上面 那這個也跳過 那大家可能會比較想要知道的 我們的資源有多少 那在診斷輔導的那個部分呢 全部都是由工業局這邊來出資 所以診斷的費用呢 是不用各位出錢的 可是福島 因為福島的這個時間比較長 然後顧問公司花的這個 這個投入的資源也會比較多 所以呢 福島案呢 我們會針對品牌福島 設計制裁專利不一樣的案子 會不一樣的費用 可是原則上呢 如果說是就是 就是企業要自酬50% 然後政府工業局這邊出50% 如果以品牌的福島案來說的話 一樣是150萬 那企業要出75萬 然後政府出75萬 那這個是原則上的問題 那我們有很多的資訊 會放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那除了這個 這個大家可以去文件上面下載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這幾年 過去幾年我們一些重要的福島案子 這個福島的內容跟成果 我們都放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知道說 其他的福島案做的內容的話 那有一些案例都我們會放在 放在網站上面 那歡迎各位去網站上面 這個觀看 那再一次感謝各位的參與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還有QA的時間 再以併提問 那謝謝大家